美国想证明自己不用管也能走入 结果真就是一瘸一拐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来观看 最近一段时间 中东可是打成了异国之物 巴以在加沙地区死刹 胡塞和美军在昏海叫板 伊朗亲子下场 用导弹炸毁了以色列 莫萨德在伊拉克的情报中心 有消息称 打死了九名莫萨德特 很明显 中东的乱局正在脱离美国的掌控 为了遏制胡塞武装 美国拉起了一个所谓的 洪海护航联盟 并竭定团力劝说盟友大陆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 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军事威慑力 证明自己有能力 集结一支足够镇住中东场子的军力 这不是给胡塞武装看的 而是告诉沙特阿联酋 这些海外国家 别忙着准备美国在中东的后事 也还能打另一方的 更是为了展示自己 全球号召力 同样 这也不是给胡塞武装看的 而是给伊朗 俄罗斯 中国 这些华盛顿眼中盯们看 别忙着准备美国霸权体系的后事 也还能抗 可问题是 这件事 美国最后还是露了底裤 那些拉过来的盟友 一个逼一个花头 不论事 有的国家只派来了几个人 除了多几张嘴 吃饭 啥用 也没有 有的国家排来了军舰 但强调不接受美军指挥 比如法国 但也有一个国家很低级 那就是英国 到底是共俄副主 一口气派来了三艘军舰 其中还包括一艘四五型 主力驱逐舰 英国似乎想表达 不管美帝要打谁 我大部列舰一定要帮忙查他 但事实证明 作为前超级大国和二部罗帝国 在呼拢人这件事上 本令确实没有见了 由于美国部署在地中海的 福特号航母已经回国 阿拉伯海方向的 艾森浩威尔号 部署时间太长 地点进入休整期 而原计划前来 跌替的卡尔温森号航母 还在菲律宾海 现在美军需要一艘额外的航母 来正常的 所以就看中了英国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但是当美军提出这一想法的时候 英国顿时犯弹了 大哥 我不是不帮你 而是家里实在困难 按照英国的说法 由于唯一的远洋不济舰 维多里亚宝号 缺乏足够的兵力 无法出海 所以皇家海军难以航母 太往出头 皇家海军的这个说辞 似乎理由很充分 比方 确认这件事 这些年来一直是困扰着皇家海军 最近还凶迫到了通过 求职网站领营来为军舰寻找舰量 但真的是因为缺人吗 前脚应付完美军后 后脚皇家海军就把航母派你去参加北约演员 并且与女王号一起行动的 还有两万名英国军队 这叫缺人吗 明明是缺德 大美庇护你英国这么多年 现在要点人要几艘船 过分吗 估计美军看了这干啤啤的中东舰队 再看看兵枪马杖的北约演员 恐怕只能说一句话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然而 这就是现实 窟窿美国 大家都很认真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衰落 美国想要证明自己不用管 也能走两路 结果真就是一拳一拐了 可是这又能赖谁呢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